中華職棒例行賽 中興兄弟 週季主場二連戰 首先要對上富邦漢將 二局下半 黃山俊連續安打攻戰二三雷得點圈 面對一人數據 得點圈有人的危機 漢將先發投手肯特 自己亂了陣腳 面對于東華的打戲 發生了大爆頭 免費送給對手一分 兄弟一比零先去得點 不過來到氣質上 輪到漢將的機會 二雷上有跑者搖灌尾這一棒掃向右外野打得 相當扎實 讓隊友重回本類 副邦1比1 扳平之後還不打算善罷甘休 下一棒的新元旭 在掃出中間方向的安打 帶回漢將的超前分 2比1 逆轉戰局 但是賽前已經陷入三連敗的衛冕軍 正先想要贏球的決心 八局下半 約東華懸找四壞球保送上雷之後 靠著隊友的犧牲打來到二雷的得點圈 隊長王維成一上來 就鎖定第一球出手 掃出中間一方向安打 將雷上隊友送回家得分 比數2比2 再次回到原點 卻沒想到漢將是鐵了性 不想讓兄弟有機可乘 九局上半 高國林作為這個半局的第一位打者 就敲出左外野方向的Solo紅讓 個人本季守紅豬籠 也幫助漢將再將領先要了回來 不過剛剛就說過了 忠信兄弟需要這場勝利來指敗 九局下半得點圈有人的機會 越東華再敲出安打 狂山軍又又又翻平了戰局 也讓兄弟將比賽逼進了延場賽 卻沒想到這一延場就這樣跟富邦漢將一路敖 敖戰到了12局下半 曾宋恩擊出的飛球被揭殺之後 這場打了將近五個小時的警控大戰 正式宣告結束 其中兄弟與漢將三比三握手言和 我來體育台總和報導 亦和三大龍的角度 但是根本就做到 在明天有關火的一種爆炸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 有關火炸